現在看一下這個颱風的結構 颱風的還是很強 我們從雲圖上面可以看出來 颱風也非常清晰 那這眼牆的這一個 有非常的厚實 另外我們可以仔細看一下 他的眼牆剛好現在正在接觸 呂宋島的東北角 所以這裡的這個一定是狂風暴雨 也許明天就可以看到一些新聞 這一個颱風進到巴士海峽 這一段時間 氣象局打算在晚上把他升格成 這一個強烈的颱風 那至於他這一個未來的 目前的這一個警報的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是下午五點半的資料 可以看出來就是他會持續的往西北 然後慢慢轉西北 這個方向來前進 由於他的這個保護圈 在未來二十小時就會影響到 這一個巴士海峽還有就是東南部海面 另外就是海峽南部 所以目前海上警報 這個警戒區域就是這三個海域 那至於這一個陸禮的部分 就是在恆春半島以及台東 另外現在新加入了這一個台東 所以有三個地區是目前路上警報的區域 要這一個防這一個颱風的侵襲 那從降雨的方面可以看到它這個持續性的降雨 從今天晚上開始一直到明天後天可以看到這個持續性的這個在東半部雨都很大 那傾向雨也預估出來就是在台東花東的這個山區會達到一千毫米 那平地也有七百毫米 所以這樣的雨是會自災的 所以一定要加強的這個來防範 另外就是在南部的這一個高坪的山區也會蠻大的 只要這個颱風不是離得太遠的話 它應該也會有一些比較大的降雨 這是另外要注意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風力的情形 就是未來二十四小時的風力 主要會影響的就是在台東 恆春半島以及屏東 另外就是在臺灣的西北部這一帶 因為地情的關係 這裡也會有比較強的風 那一直到明天的白天也大致上如此 不過風速是會增強的 氣象區也預估在這個會達到放假標準的 大概就是在未來二十四小時 會達到的這個標準的 大概只有這個恆春 另外就是在台東的這個綠島南嶼 另外就是金門 他在明天的下午也會有比較強的風 就是應該要注意的 以上是最新的資料